画面中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名叫刘洋 刘洋说她在嫁给丈夫网友其实已经怀孕四个月 而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可是汪友其却说自己并不知道刘洋在和她结婚前已经怀孕 汪友其坚称自己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刘洋和汪友其对于孩子的身世各执一词究竟熟是熟非呢 他们夫妻争论孩子身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汪友其家境贫寒 为人木讷 快四十岁还是一个单身汉 六年前在没人的介绍下 汪友其认识了25岁的刘洋 刘洋年轻漂亮 家庭条件又好 更重要的是刘洋一点不嫌弃 汪友其年龄大又贫寒 相亲当天 两人便确定了恋人关系 不到两个月他们便闪电扯证结婚 可是婚后第二天 刘洋便以交通不便为由 要求回娘家居住 汪友其心想自己的父母都不健在 而且他需要长期在外打工挣钱养家 妻子刘洋回娘家住也算是和父母有个照应 便同意了妻子的请求 从此这对新婚夫妻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期间 刘洋生下了儿子 人到中年终于有了孩子 汪友其非常高兴 他不仅经常寄钱给刘洋 还常常关心刘洋母子的生活 就这样一家三口相安无事过了六年 王友其自以为自己算得上一个称职的丈夫和合格的父亲 可是没想到今年年初 刘洋竟然毫无征兆地向王友其提出离婚 并且理直气壮地对王友其说孩子不是王友其的 听了妻子的话 王友其整个人都猛了 王友其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他坚信一定是刘洋想离婚 所以故意说气话 刘洋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 刘洋不惜辱墨自己的名声 自爆孩子的身世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离婚说的气话 王友其来到岳父岳母家 想要和刘洋好好谈谈 见到丈夫的到来 刘洋显得非常不友好 刘洋的儿子更是对这个不常回家的父亲感到陌生 儿子远远地躲着王友其 生怕他靠近自己半步 刘洋表示他之所以要和王友其离婚 一方是王友其家庭条件实在太差 两层楼的红砖楼房是王友其和哥哥一人一层 房屋简陋 位置偏僻 交通也非常不便 另一方面 刘洋认为王友其缺乏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担当 孩子生病 王友其不仅不闻不问 更不愿支付孩子的医药费 更让刘洋不能忍受的是 每次他和王友其发生争吵 王友其总会说话侮辱儿子 对于孩子的身世 刘洋坦言在他和王友其相亲时 他就已经怀孕四个月 可是自己未婚生子必然遭到周围邻居的指责和白言 因此在没人撮合下 他来不及考虑王友其的家境 便草率答应了王友其的求婚 刘洋强调当初自己怀孕王友其是知道的 刘洋认为王友其既然知道他怀有身孕 还愿意跟他结婚 王友其就应该接受他肚里的孩子 把孩子视如己出 可是王友其对孩子不仅缺乏关爱 还常常出言不逊辱骂孩子 让刘洋实在难以忍受 对于刘洋的说法王友其矢口否认 王友其说在结婚前 他根本不知道刘洋怀了别人的孩子 否则他不可能选择刘洋 网友其坚持认为孩子就是自己的 为此他专门找到当年的介绍人 介绍人坦言当初他和刘洋属于一面之缘 对刘洋的情况不太了解 也不清楚他当时到底有没有怀孕 但介绍人知道刘洋急于结婚 而王友其又是大龄盛男 于是有意撮合两人在一起 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就成了婚 难道刘洋当初为了结婚 刻意向王友其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实吗 时至今日 王友其依然不肯相信孩子不是自己的 王友其强调他非常珍惜这个家 也很爱自己的孩子 为了孩子 他不惜花费每年5000元的租金 在镇上的小学附近租房 为的就是能让孩子远离农村 能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也为了一家人能尽早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 早日团聚在一起 刘洋坦言和王友其在一起前 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事 但因为性格不合 两人很快离了婚 离婚后 刘洋只身来到广东打工 认识了孩子的爸爸 但这段感情 在他们各自回老家后无疾而终 之后刘洋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四个月 但他早已和孩子的爸爸失去了联系 为了避免被人嘲笑是未婚妈妈 刘洋才想到用结婚来堵住别人的闲言碎语 刘洋强调他在和王友其结婚前 已经告诉了王友其全部事实 或许正是因为王友其内心不能接受孩子非亲生 从孩子出生期 王友其就很少抱孩子 甚至在孩子出生后 王友其都不让孩子上床 而是把孩子随意放在地上冰冷的凉席上 每次想到王友其过去对孩子的种种怠慢 以及对孩子各种辱骂 刘洋的心就像针扎一样 为了孩子 刘洋只好选择离婚 结束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刘洋认为王友其明明知道孩子 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还胡搅蛮缠不肯离婚 目的就是为了向刘洋索要钱财 不获之年 家境贫寒 好不容易采取了媳妇有了家 王友其始终不能接受要离婚的事实 她依然执着于孩子的身世 王友其咬紧要关键称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 可是刘洋心意已决坚持离婚 为了不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和王友其纠缠 刘洋爆出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他和王友其结婚六年 从来没有过夫妻之时 刘洋的话让王友其像泄了气的皮球 她的尊严何坚持瞬间被击的粉碎 不是她的 真的不是她的 但是她现在一口咬定说 这个小孩她不相信不是别人 她相信是自己的 我跟她 我跟你们可以说去娘去吧 五年了 我根本她一次场都没有通过 你说会有怎么 会可能有可能说怀下 如果不是刘洋一语道破实情 或许王友其还想永远把这个秘密隐瞒下去 王友其原本想要凭着一己之力 维护这个家庭的周全 自欺欺人的以为来日方长 只要她坚持 总有一天 她会和刘洋过着普通夫妻的生活 可是现实却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刘洋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婚姻的躯壳 她不仅没给过王友其爱和关怀 甚至连最后的尊严也不愿留给王友其 既然婚姻已经没有挽回的可能 王友其只好面对现实 王友其拿出六年来 她为刘洋母子支付的每一笔开销记录本 她要求刘洋给予自己十万元补偿才同意离婚 刘洋想离婚 可是她拿不出这么多钱 在刘洋眼中王友其的行径就是要逼死自己 就在双方为离婚赔偿金炒得热火朝天时 当地村干部和妇女主任赶到现场 大家一致认为 王友其和刘洋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 双方都有推不开的责任 王友其因年龄大着急结婚 心甘情愿娶了怀孕的刘洋 内心又无法接受孩子不是自己的事实 对孩子缺乏关爱 而刘洋也从未尽到过做妻子的责任 单纯把这段婚姻作为了自己尴尬处境的避风港 两个无爱的人各自怀着目的走到一起 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 最终通过多方斡旋 刘洋答应给予王友其两万元补偿 之后两人即刻接触婚姻关系 离婚手续办完那一刹那 刘洋豁然开朗 而王友其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两个急于结婚的人 一段没有爱的婚姻 他们的故事说明了 太过将就的婚姻不可能走向幸福的结局 王友其或许算不上一个好丈夫 可是作为妻子的刘洋又何时履行了 作为妻子的责任 刘洋爱自己的孩子没错 可是他却从来没有给过丈夫王友其爱和温暖 刘洋一味地以为王友其作为丈夫 就应该为自己为家庭付出 可他从未考虑过该如何经营好和王友其的家 考虑自己该如何做好一名妻子 如果刘洋真心和王友其过日子 相信王友其也不至于对孩子如此冷漠 通过这段失败的婚姻 希望王友其能明白一纸婚书 不能代表爱 将就的婚姻无法走向幸福的道理 事已至此 希望王友其和刘洋各自安好 各自珍重 我走向府 我添加了 闻